自飞机问世一来 就一直被运用于战争之中 从一开始只作用于侦察 到现在各种轰炸机层出不求 可以说 空军已经是现在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而在轰炸机中有一款被承诺外星人轰炸机 那就是美国研制的B2型轰炸机 B2型轰炸机可以说是飞机界的航空母舰 其重要成功和作战能力 一直是轰炸机中的佼佼者 但是 自美国生产出B2轰炸机之后 因为一个缺陷 其只参加了三次验证 每一次出的数量也极少 B2型轰炸机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种的隐身战略轰炸机 其不仅对雷达的探测有极强的干扰能力 对科技汉 红外线等信号也有很高的抗争能力 是其可以轻易突破敌军的空中封锁 对敌方重要战略地点时生产 B2轰炸机诞生于1997年 是美国和苏联军事竞争的产物 其科技含量大大超过了当时的世界水平 就算到二年后的今天 B2的性能仍然是各国轰炸机无法超越的 B2轰炸机可以横行1.2万千米 空中加油一次可以达到1.8万千米 单次作用飞行时间不小于10小时 可以实验全球到达和全球摧毁的恐怖效果 B2轰炸机自服役以来只参加过科索沃战争 阿罕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但在三次战争中 B2主动次数不足两次 不到战争中飞机总主动数的1% 是因为B2轰炸机的成本实在是太高 生产一架B2轰炸机大约需要24亿美元 是同等两黄金的2到3 而机维护所花的钱要更多 平均飞行一小时要100万美元 这也就决定了起步能大量使用 但就算如此 B2轰炸机还是美国战争中取得了巨大优势 正极为外星人战机一点都不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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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